大家好,華記10月9日報道 今天要和大家道歉 昨晚直播時,有關中國的近代史歷史內容有些錯誤 今天就修正 今天先說一說,首先要道歉 因為我從來都未讀過近代史 我讀得輸少,你不要騙我 即是李小龍這句 我剛才用了兩小時的時間來濃縮精簡 近這一百年,台灣究竟是否屬於我們 有以下的順序分析給大家 我看過在網上很多資料 沒有一份就很完整整列 為了時間關係,通常歷史的人會睜眼睡 以下我講一些中國近代歷史 血脈沸騰,聽到都很心痛 一吋河山,一吋血,十萬青年,十萬軍 我以下就會快一點去講 講之前也要多謝對手 有一個香港的陶傑 他自認讀書人,但港獨一名,歪曲事實 我其實都不清楚近一百年的中國近代史 雙十前夕 今天就有一個重要聲明 講以下的歷史 台灣的主權問題上 用國際政治現實表述 2022年聯合國秘書長 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已經有很多次的聲明 中國外交部華春瑩在很久之前已經講了 第一點,美國在三國聯合公正認證 台灣is part of China 美國多屆政府已經重新表明支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第二,甲午戰爭馬關條約 日本認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第三,台灣的中華民國政權憲法中表明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大陸地區和台澎金馬地區是同屬一國的 這裏就是一些國際戰線的答案 Model answer,standard 經常都聽到咸豐年以前很多年 其實咸豐年是1831年至161年 現在就要講咸豐年,我們的中國近代史 台灣省的由來 可以用完整的順序 現在就講一百多年的歷史 如果有錯,歡迎網友提點我 時間關係,我們精闢台灣主權 第一,明朝在鄭成功 在1684年把台灣納入了他的版圖 第二,在1894年大清日本朝鮮的甲午戰爭 在1895年清朝李鴻章馬關條約 將台灣、澎湖和附屬的島嶼割給日本 這就由1894年講起 然後國民黨的創黨時間是1894年11月24日 第三,八國聯軍入侵了1899年至1901年 第一,英國、法國、美國、德國、蘇聯、日本、意大利、澳地利、匈牙利 1894年至1898年 滿清先後割讓九龍香港新界被英國 南京條約和北京條約 八國聯軍入侵 1899年至1901年 1911年10月10日 國父孫中山新幸革命 推翻了2000年以來的體制 亦推翻了滿清政府 成立中華民國 順帶一提 共產黨的創黨時間是1921年7月23日 在同年進入了軍閥割據的年代 混亂不堪 孫中山在1925年去世 國民黨當時成政追擊共產黨 大家記得共產黨有個2萬5千里長征 差點被國民黨滅了 在1931年至1945年 日本全面侵華 各共兩黨首次合作 共同抗日 在1945年8月6日至9日 美國投放了兩個原子彈 轟駕港島和長崎 同年8月15日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戰敗而宣布投降 在1945年9月2日 歸還台灣和澎湖列島 被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 然後在1945年至1950年 國共第二次內戰 第五 共產黨創立了新中國執政黨 在1949年10月1日 國慶 中華人民共和國 共產黨戰勝了國民黨 即中華民國 同年12月7日 國民黨敗走台灣省 關鍵日期 在1949年10月1日至1949年10月6日 台灣的主權是誰 其實很簡單 在1945年9月2日 日本歸還台灣 給當時的執政黨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理應擁有了台灣 但是在1949年10月1日 共產黨戰勝了國民黨 變成執政黨 成立了新中國 這個執政黨 故名思義 台灣在澎湖列島 歸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為它是執政黨 去到1949年10月7日 國民黨敗走台灣 執政黨 共產黨 沒有任何文宣或文件 說我將台灣送給你國民黨 沒有 是你國民黨好像去了海南島 那樣霸了 這個從來都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過去中國被八國聯軍 和日本侵華 我憂奈患 大雙元氣 各富空虛 國家一窮二白 共產黨 新中國成立以後 沒有成性追擊 去攻打台灣 或者去打國民黨 奶煉血濃於水 不想兄弟相殘 今天中國強大 軍事力量命列前茅 我們中國就不會像東亞病夫 再次被人入侵 我們有足夠的能力 保護自己國土 所以台灣在今天 回歸祖國的懷抱 也是理所當然 但如果今天台灣 認賊作父 投靠美國 變成台灣是美國的主權國 這樣就不行了 我們就當你台灣是兄弟 你就當我們是敵人 如果你當我們是敵人 其實這些誰是誰非 大家一看就懂了 不用長篇大論 特別一提 亞運會剛剛結束 中國201面獎牌 中華台北有19面金牌 我想跟大家分享 這是近百多年的近代市 我都會寫在我這段影片的字頂 今天用了兩個小時的時間 來清一下 希望我這段影片 可以幫到大家 握補一下 我們中國的近代市 多麼慘烈 好 今晚直播再說 好啊 我們現在迷到哪裏 就是中山的海阿斌生 Wuby 沒錯 你看後面 多熱 準備煲金蛋 為什麼要煲金蛋 就是因為做了業主 沒錯 很多人很喜歡來這個海阿斌生 因為價買又便宜 交通方面 有廣珠澳大橋 可以過去這個中山和阿斌生 沒錯 四十幾萬就可以買到一間 你看開心到 都有海阿斌生城的看樓段 你們快點報名 事不如事 要買筍物的話 要馬上報名 加油 再見 拜拜 十一月八號 孫中山 翠鏗村 和威士忌酒廠 一天遊 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WhatsApp 去百姓呂運 6889 7710 或者2723 0228 多謝大家支持